全网刷屏,终于知道武汉方舱医院是谁捐赠出来的了。 这个男人太疯狂了,赶紧转发扩散出去,让更多国人知道他。 近日,武汉方舱医院不断引起大家关注,但少有人知,方舱医院是一位企业家,将自己花一百亿打造的会展中心免费捐赠出来的。 他就是湖北首富,炎智,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,在需要的时候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,转发致敬。 武汉封城那天捐款一千万,随后在大年三十召开紧急会议,要求全国采购医疗物资,不在乎价格,只要买到就送往武汉。 还下令公司十八个高管,奔赴全球各地,购买了价值四千万医疗物资,包含几百万口罩,几十万防护服,火速承包了四架民航专机,运送到武汉。 为了能够接纳医治更多病人,研制毫不犹豫地把斥资一百亿的地标建筑,武汉会展中心免费捐了出来,改建成方舱医院救治病人。 为了支援抗疫,他前后共捐了五座临时医院,用来收治病人,一次又一次的支援,真不愧是人民的英雄。 正是他的慷慨捐赠,为抢救患者,集中收治病人,防止疫情扩散,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,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,让数万家庭免于支离破碎,这样的人我们如果不给他关注,还有什么人值得我们去关注? 老铁们,现在时心时意的良心企业家不多了,希望大家在关注方舱医院的同时,也要关注一下那些背后付出的企业家,有责任,有担当,这才是人民心中的明星企业家。 我们有如此伟大的同胞,中华民族,想不崛起都难。 明星生活琐事转发千万,结婚离婚全民皆知,而炎制的事迹却显为人知,实在是一种悲哀。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,请千万不要冷漠,恳请所有人为他转发一次, 请记住这些不图名利,大公无私的人,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真正的正能量。